巨型外形生物现身小镇与它对视的人都会被吞吃 哈喽大家好我是不喜剧阿布 今天给大家带来美国科幻恐怖电影 布洛杉矶边陲的峡谷里老奥一家世代经营着马场 专为电影拍摄训练演员马匹 作为曾经十分有名的训马师 老奥辉煌过一段日子 但随着特效技术的发展 电影行业不再依赖动物演员 老奥一家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 现在不得不靠着变卖马匹勉强维持经营 老奥有自己的坚持 他认为只要把马训练的足够好 工作机会就会找上门来 这天老奥在训练一匹叫幽灵的马 他叮嘱儿子奥提斯认真工作 随即问起女儿小爱在哪里 这不是小爱第一次逃避工作了 奥提斯习以为常的拿出手机准备联系妹妹 但手机信号突然消失 紧接着一阵奇怪的声音响起 不断有东西从空中掉落 砸在沙地上扬起一阵阵尘土 奥提斯转过身 看到坐在马背上的父亲低垂着头 幽灵嘶叫一声 往前走了几步 老奥失去平衡 从马上跌落下来 奥提斯连忙开车送父亲去医院 经过医院检查 一枚硬币从老奥的眼眶飞入 深深欠尽大脑 由于伤势过重 老奥抢救无效身亡 父亲去世后 马场更是举步维艰 过了半年 奥提斯才等来一个工作机会 片方需要一匹马来帮助制作特效 拍摄现场 因为是动物演员 按规定需要驱马师进行安全会议 奥提斯不善言辞 幸好妹妹小爱及时赶来 小爱活泼外向 三两句话缓和了现场的尴尬气氛 她先是讲了一个小故事作为引入 历史上第一个连续镜头 是一段两秒钟的黑人骑马镜头 攀设这个镜头的导演 后来被称为电影之父 而那个黑人骑士 就是她的曾曾祖父 吹捧完自家马场 安全须之部分被一笔带过 最后小爱还不忘推销自己的副业 除了驯马师 她还是导演 编剧 演员 裁缝 特技摩托车手 如果有工作需要 可以联系她 安全会议一结束 工作人员马上准备开始拍摄 奥提斯认为 马需要休息一会儿 本想将妹妹对外沟通 小爱却一直在远处和制作人聊天 工作人员不顾奥提斯的阻止 把采光球放在马的面前 马看到镜面中的倒影后受惊 差点踢到旁边的演员 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伤亡 但奥提斯也失去了来之不易的工作 马场急需用钱 广告拍摄告吹 奥提斯只能继续卖马 他带着马去找自己的老主顾 西部牛仔主题乐园的老板朱普 这次奥提斯把感情很深的幸运 卖给了游乐园 他对朱普提出自己的想法 希望暂时把马卖给游乐园 以后赚了钱再把他们赎回去 但朱普有着别的打算 他提出直接收购整个马场 两人商议条件时 小爱在一旁参观朱普的办公室 对陈列治的影视周边赞叹不已 朱普是个同乡 这家游乐园就脱胎于他的成名作品 但要说屋子里最吸引人视线的周边产品 其实是墙上的一幅海报 上面画着一只生日派对上的大猩猩 代表着朱普参演的情景喜剧 加油歌迪 既然生意谈不下去 朱普索性讲起自己的这些收藏品 他推开挂着海报的那面墙 墙后隐藏着一个小型博物馆 里面陈列的都是加油歌迪的相关物件 加油歌迪是一部短命的情景喜剧 讲述一家四口 与家养宠物猩猩歌迪相处的生活趣事 这部剧一经上映就好评如潮 直到发生了那个严重事故 剧集拍摄才不得不终止 那是全家为歌迪庆祝生日的一集 剧情中 姐姐送给歌迪的礼物是一箱轻气球 在拍摄时 气球意外爆炸 扮演歌迪的黑猩猩 受到惊吓狂醒大发 对台上的演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攻击 尤其是扮演姐姐的演员 不仅容貌尽毁 手指也被咬掉几根 当时珠普躲在桌子下面 是唯一的幸存者 后来他收集起凶案现场的一些物品 置办了这个小型博物馆 直到现在 一些家有歌迪的狂热粉丝 还会吃巨子 只为在这里睡上一晚 生意最终没有谈拢 奥提斯拒绝了珠普开出的大价钱 麻长是父亲一辈子的心血 他想继续经营 小爱尊重哥哥的选择 晚上两兄妹一边喝酒 一边聊起琐碎往事 小爱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 问奥提斯还记不记得牛仔外套 他原本应该是小爱训练的第一匹马 九岁生日过后 小爱准备开始训练牛仔外套 但那时父亲接到一部西部牛仔片的工作 便毫不犹豫 把马给了更有经验的哥哥训练 小爱只能站在窗户前 眼巴巴的看着 父亲没觉得自己做的不对 但奥提斯察觉到妹妹的情绪 对着妹妹做了个 我看着你的手势 英文里这句话也有 我理解你的意思 所以小爱和哥哥的关系一直很好 奥提斯也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他纠正小爱 那不是西部牛仔片 而是一部叫蝎子王的电影 那是奥提斯第一次真正对外工作 对他来说同样意义非凡 可惜片方最后为了节省经费 用骆驼代替了马 虽然父亲固执古板 奥提斯一直对他充满敬佩 他希望马场能在自己手上重现荣光 这时站在窗边的小爱突然疑惑 幽灵怎么在外面 原本该在马棚休息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外面 奥提斯下楼去看 隐约听到天空中有奇怪的声音响起 幽灵突然向远方跑去 他只能赶紧开车跟上 幽灵跑出马场不见了踪影 远处的游乐园灯火通明 诸仆使用扩音喇叭后 声音响彻山谷 他说过去六个月的每个周五 他和家人都能看到一场旷世奇观 说到这里 游乐场的灯光突然熄灭 马的哀鸣声响起 一道烟柱直通云层 有什么东西正在天空中不断移动 所过之处灯光全部熄灭 奥提斯看见 一个碟状飞行物从云层中穿过 回到家 小爱告诉哥哥 刚才家里短暂的停电了一会儿 奥提斯立刻去检查监控视频 但因为断电 监控没有拍到什么有价值的画面 奥提斯把自己看到飞碟的事告诉了小爱 他怀疑杀死父亲的就是这个东西 奥提斯需要钱重振马场 小爱需要名声闯荡好莱坞 兄妹俩一拍即合 准备拍下飞碟的照片投稿给媒体 获得奖金和关注 他们到电器城买了最先进的监控设备 这套设备有两个摄像头 就算一个断电 另一个也能正常工作 结账时 为了不泄密 小爱拒绝上门安装 这引起了工作人员安吉尔的注意 从兄妹俩人聊天的内容来看 他们对科技产品并不了解 买下最复杂的监控设备后 却不愿让人上门安装 一定有不为人知的原因 和安吉尔交谈后 兄妹俩才意识到监控不是他们自己能够搞定的 只能同意安吉尔上门安装 调试一进时 奥提斯把镜头对准了天空 他的反常表现都被安吉尔看在眼里 猜到这对兄妹是想拍摄外星飞行器 安吉尔本身就是个科幻迷 对外星生物的存在深信不疑 这时小爱开着送马车回来 叫两人过去帮忙 他从猪普的游乐园门口偷走一匹夹马 准备放在院子里做飞碟的诱饵 巧合的是 猪普突然出现在马场前和他们打招呼 看到熟悉的假马猪普有些疑惑 被小爱三言两语互动过去 才说起正事 正午晚上五点游乐场要表演新节目 他特地来给兄妹俩送邀请函 晚上 奥提斯通过窗户 发现马棚的灯亮了起来 他关上电闸后准备离开 还没走到门口 灯又重新亮了起来 奥提斯转身 电闸旁边缓缓站起一个怪物 不断向奥提斯靠近 甚至还不止一只 奥提斯一边后退 一边打开手机摄像头 准备拍下照片 正当他集中精力 应付前方的两个怪物时 身后一只怪物 正倒掉在门框上 奥提斯吓了一跳 本能的挥拳 谁知怪物发生一声痛呼 从门框上掉下来 面罩脱落 原来这三只怪物 根本不是什么外星生物 而是朱普家的三个儿子假扮的 为了报复小爱的偷马行径 他们放跑了马房里的一匹马 还故意装作外星人夏奥提斯 此时商场里 职业班的安吉尔 没有按耐着好奇心 偷看起奥提斯家的监控 他发现A摄像头受到遮挡 而B摄像头已经失去了信号 于是赶紧给小爱打电话 小爱感觉大事不妙 信号丢失 很大可能是飞碟出现的征兆 但此时奥提斯 还在外面寻找被放跑的马 另一边 奥提斯正准备把马带回家 刚走两步 马就停住脚步 奥提斯看到远处的灯光熄灭 意识到是飞碟来了 马惊慌奔逃 把奥提斯拽倒在地 当他站起来时 身后不远处出现了一朵巨大的云 云层笼罩下 龙卷风卷走了草地上的夹马 奥提斯被这一幕惊得呆愣在原地 小爱接到安吉尔的电话后 立刻出门查看情况 他也看到了那朵巨大的云 对奥提斯大喊快跑 奥提斯这才警醒起来 向前跑去 飞碟在空中紧跟着他 奥提斯躲进木棚里 飞碟失去目标 开始寻找其他猎物 别说门口 走廊上的灯开始熄灭 小爱知道飞碟已经靠近 赶紧架梯子上屋顶 想把遮挡摄像头的螳螂赶走 努力了好一会儿 螳螂还是紧紧趴在镜头前 飞碟再又吸走了一匹马后 离开了峡谷 危机解除 奥提斯一回到家 就开始研究监控 可惜没有拍到飞碟 在亲眼见到飞碟的恐怖之后 小爱打起退堂鼓 他想躲去其他地方 奥提斯坚决要留下来继续拍摄 拗不过哥哥 小爱只能也留下来 经过昨晚 兄妹俩意识到拍摄飞碟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们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于是给摄影师霍尔斯特打去电话 霍尔斯特是个传奇摄影师 被圈内评价为 能让不可能的镜头变为可能 小爱把峡谷里出现飞碟的事 告诉霍尔斯特 请他来帮忙拍摄 对于成名已久的霍尔斯特来说 小爱的邀请并不具有吸引力 飞碟更是无稽之谈 他干脆的挂断了电话 这时安吉尔找上门来 在看了一晚上监控后 他有个巨大发现 天边有一朵云 从来没有变换过位置 尽管他们都笃定 飞碟就藏在那片云后面 但这并不足以成为证据 还是需要更直观的拍摄到飞碟照片 此时奥提斯兄妹不知道的是 他们并不是第一个发现飞碟的人 游乐园的老板朱普 早在六个月前 就发现了飞碟的存在 并打起他的主意 朱普对于奇观有着深深的迷恋 1998年 嘉佑哥迪出生的那天 小朱普躲在桌子下面 目睹了黑猩猩伤人的全过程 当黑猩猩发现 藏在桌下的他时 却并没有进行攻击 反而向他伸出拳头 做出平时训练的手势 小朱普也缓缓伸出手 还没等两个拳头碰上 警方将猩猩击毙 斜见了朱普一脸 这次事故给朱普带来的 不仅仅是恐惧 更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兴奋 他认为自己是被奇观选中的人 飞碟的出现 更是加深了这种想法 六个月前某个周五 朱普在驯马时第一次见到飞碟 飞碟底部张开一个圆形洞口 把马吸了进去 然后离开 此后的每个周五 飞碟都会出现 把马吸走后离开 朱普找到飞碟出现的规律后 就策划了名为星际套索的新表演 他坚信这种颠覆人心的奇观 会为游乐场带来巨大的流量和收入 在偷偷演练了几个月后 朱普首次公开表演 按照设计 在他讲完开场白后 本应是一段舞蹈表演 那天飞碟却早早出现 在云后发出轰鸣声 飞碟出现 朱普赶紧打开栅栏 想要把马赶出笼子 马迟迟不愿出来 而飞碟已经来到了剧场的正上方 所有人都盯着这个庞然大物 一阵尘土飞扬后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卷进飞碟之中 另一边 奥提斯在马场里 捡到了那天朱普送来的节目单 看着星际套索 这个具有指向性的名字 和传单上绘制的马 奥提斯想起幽灵跑走那晚 自己在山谷里听到的声音 他这下明白 朱普为什么坚持收购麻长了 朱普一直在用马喂养飞碟 想到幸运可能会被飞碟吃掉 奥提斯立马出发去往游乐园 当他赶到时 游乐园里空无一人 满地狼藉 剧场中央 幸运因为躲在笼子里逃过一劫 飞碟在云层中游荡 隐约能听到众人的惨叫声 感应到奥提斯的存在 飞碟突然向他俯冲过来 奥提斯赶紧躲进木棚 飞碟带起的风将他狠狠卷起 奥提斯被撞晕过去 再次醒来时已经是晚上 有顶棚的保护 他只是受了一些擦伤 他和幸运都存活下来 奥提斯把马装上车往家里赶去 路上他给小爱打电话 分享自己的新发现 飞碟并不是外星飞行器 他本身就是活物 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 会吞吃闯入者 小爱还没来得及问清楚 电话信号消失 家里也停了电 屋外 安静儿刚刚上车准备离开 车熄了火 他看向窗外 发现小爱家的灯光也已经熄灭 反应过来是飞碟出现 赶紧逃回了房子里 突然惨叫声在屋顶上方响起 很快归于瓶颈 不断有小物件掉落下来 砸在房顶上砰砰作响 而后浓重的血水倾斜而下 笼罩着整座别墅 到离家不远处时 奥提斯的车熄了火 突然一阵嗡鸣声靠近 紧接着落在玻璃上的雨消失了 奥提斯把车门打开一条缝 悄悄向外看去 此时飞碟正悬浮在车的上方 底部的洞口大开车 奥提斯坐回车里关好门 默默等待飞碟离开 急伤风鸣后 一个东西掉落下来 砸穿了挡风玻璃 是被吸走的那匹甲马 在车上熬到凌晨 电力终于恢复 奥提斯赶紧发动车子 在家门口 他看到了安吉尔的车 小爱和安吉尔站在门边 似乎也正准备出门 奥提斯也跑到了安吉尔的车前 接应他们两个 小爱和安吉尔一跑出房子 飞碟就再度出现 奥提斯突然想起 幸运在片场被吓到的事 他想到作为活物 也许飞碟和马一样 讨厌被注视 奥提斯赶紧低下头 飞碟果然没有发动攻击 小爱和安吉尔跑上车 奥提斯载着他们逃离了峡谷 安吉尔把兄妹俩带回了自己的住处 受到剧烈惊吓后 小爱和安吉尔都不愿去回忆那天的事 只有奥提斯陷入沉思 他以动物的角度出发 猜测不止是飞碟就不会被吃掉 飞碟只吃活物 下次他饥饿时一定还会出现 奥提斯不愿放弃这个机会 决定回家继续想办法拍摄照片 当三人回到别墅时 霍尔斯特已经等候多时 他在电视上看到游乐园的失踪案 才想起小爱的话 来到峡谷后 他很快发现了那朵不会动的云 还有别墅屋顶的轮椅 都昭示着外星生物真的存在 霍尔斯特对摄影有着狂热的艺术追求 当即决定加入他们 四个人开始商量拍摄计划 奥提斯猜测这次飞碟大开杀戒 可能是被夹马卡住了气管在发怒 经此一事 估计他对一切带采气的东西都会有阴影 这点可以利用起来 很快四人就商量计划 按照各自的特长准备起来 奥提斯负责骑马引用目标 霍尔斯特负责用手摇胶片机拍下照片 安吉尔负责提供电力技术支持 小爱负责致用作赤猴的气球人和彩奇 奥提斯给飞碟起名为牛仔外套 这次小爱一定会全程参与 弥补上童年的缺憾 很快到了执行机会的这一天 奥提斯穿上对他来说 意义非凡的蝎子王剧组服装 给幸运戴上彩奇面罩做防护 准备向山谷出发 安吉尔和霍尔斯特藏在山上 小爱在别墅里盯着监视器 一切都在稳步进行 突然一辆摩托车从远处驶来 小爱赶紧前去阻拦 蓝人是臭名昭著的TMZ八卦网站记者 在中普游乐园失踪案箭报后 他们察觉到异常前来调查 记者根本不顾小爱的劝阻 向峡谷里急趾而去 全人不顾危险已经来临 气球人不断倒下 记者的摩托车也在高速行驶中 被掐断电力摔了出去 奥提斯本打算救他 但在看到记者的镜面头盔后 察觉到危险赶紧回到马上 就和马被反光镜吓到一样 飞碟被激怒 在飞碟靠近时 奥提斯低下头不去看他 等他回到高空 奥提斯戴上像眼镜图案的帽子 引用飞碟向他们计划的地点行进 在飞碟快要追上来时 奥提斯拉开幸运背上的蔡奇 自己则滚进木棚里藏了起来 至此四人的计划圆满完成 小爱和安吉尔在对讲机里欢呼起来 但霍尔斯特并不满意 刚刚的光线太亮 照片有过曝的可能 一天中光线最为柔和的黄金时刻即将来临 霍尔斯特不甘心就这么结束 这有可能是冲破他艺术瓶颈唯一的机会 于是背着机材向山上走去 他对着天空摇动手柄 很快就被飞碟发现 霍尔斯特没有闪躲 在拍下满意的照片后 他也被飞碟吸走 与此同时 飞碟又发现了安吉尔 幸好一张被风吹过的塑料布包住了安吉尔 他的视线被阻挡后 飞碟没有继续针对他 而是向另一边的小爱飞去 小爱被卷起又重重抛下 安吉尔健壮赶紧用铁丝把自己捆在篱笆上 飞碟再次试图将它吸走时 因为篱笆很长 有安装的极为结实 安吉尔再次逃过一劫 连番失败彻底激怒了飞碟 他变身终极形态 拓展着巨大的身躯 向兄妹俩靠近 奥提斯让小爱去骑记者的摩托车 自己则骑上马 为妹妹引开火力 最后做了我看着你的手势后 奥提斯毅然看向飞碟 飞碟不再关注小爱 向着奥提斯张开巨口 小爱趁机发动摩托 向游乐园拾去 飞碟跟了上去 小爱放掉游乐园里的巨型清气球 紧接着捡起地上散落的硬币 投进自拍井设备 不断摇动拉杆拍摄照片 气球静止上升 飞碟果然向它扑了过去 小爱借此机会拍下飞碟的清晰图像 而天空之上 飞碟将气球吞吃 受食道挤压后 清气球爆炸 飞碟被炸成了碎片 很快媒体蜂拥而至 但小爱却并不觉得欣喜 直到在游乐园的另一边 看到其在马上的奥提斯时 才终于如释重负地笑了出来 电影结束 本片由著名导演乔丹皮尔指导 他的作品最大特点就是演喻 用飞碟的概念 演喻如今好莱坞对于特效技术的滥用 就像电影中人人对奇观趋之若鹜 如今的好莱坞早已抛弃传统风格 向商业化的方向一路猛进 所有电影都在追求特效场面的宏大 以至于电影变成了流水线一般的驱同商品 所以在这部电影中 主角的任务并不是打怪 而是用非数码设备拍下飞碟的照片 这是导演在对曾经的好莱坞影片做出致敬 美中不足的是抛开演喻只谈情节 最终的决战情节和飞碟爆炸都有些仓促 略显平淡 以至于大众对这部电影的评价走向两极分化 好了我是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一会儿就onnaf** you up Hopefullyzo